掌声几声阿弥陀佛 经典法语一百句 学佛的第一个观念 就是永远不去看众生的过错 你看众生的过错 你就会永远染污你自己 根本不可能修行 你每天若只是看见众生的过失和是非 你就要赶快去忏悔 这就是修行 福报不够的人 就会常常听到是非 福报够的人 从来就没听到过是非 业障深重的人 一天到晚都在看别人的过失与缺点 真正修行的人 从不会去看别人的过失 人之所以痛苦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与其说 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好好的管教你自己 不要管别人 不要管别人 不宽恕众生 不原谅众生 是苦了你自己 学佛是对自己的良心交代 不是做给别人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只想在顺境中修行 永远不能成福 你永远要宽恕众生 你永远要宽恕众生 无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也要想 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在你一定会 后悔的地方上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放下不是放弃 而是真正看透 看破 狂妄的人 有救 自卑的人 没有救 当你知道迷惑时 并不可怜 当你不知道迷惑时 才是最可怜的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当你烦恼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你自己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还在烦恼什么 当你会学佛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不顺 当你学佛以后 你要看什么都很顺 你要包容那些意见 跟你不同的人 这样子日子比较好过 你要是一直想改变它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要学学怎么忍受它 学学怎样包容它才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心中装满着 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承认自己的伟大 就是认同自己的愚痴 修行 就是修正自己作物的观念 一身难依 命中之人 佛陀难度 无眼的终身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培植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我们学佛人说话 要多留些口德 当你欠告别人时 若不顾及别人的自尊心 那么再好的言语 都是没有用的 不要在你的智慧中夹杂着傲慢 不要使你的情绪心 缺乏智慧 作曲 manifest 配直播 单曲 作词 以上 全国 作词 三axan 根本不必 背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反咬它一口吗 嫉妒别人 不会给自己增加任何的好处 嫉妒别人 也不可能减少别人的陈就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功德来自修行 而非供奉死者 佛陀并不称颂死 他赞扬人生难得 趁还活着的时候 修行很重要 许多人要离开这个事件时 才经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惜已经没有时间了 徒增无奈与凄凉 如果您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 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却发现有些人连脚都没有 多一分心力去慈悲别人 关爱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眼睛 不要老是真的那么大 什么都要占为己有 且问你 百年以后 哪一样是你的 你目前所拥有的 都将随着你的死亡 而成为他人的 那为何不现在 就不是给真正需要的人呢 我们不许担心 行善是百费功夫 即使死后 我们所创造的功德 人会留在世上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 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 你对它了解的太少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 也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广结众元 就是不要去伤害 任何一个人 察觉错误 立刻改正 发现善事 立刻去做 错误最多的人 就是犯了错 却不承认错误的人 放弃恶行后 心就能静下来 并入定 心入定后 就能生出智慧 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 只有慈悲 才能化解仇恨 这是永恒的真理 憎恨别人 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 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 情职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修行 修行要有耐性 要能甘于淡火 乐于己 了解心的平静 是什么 才是正确的 修行之道 请你用慈悲心 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不要只是抱怨 多用心去倾听别人 怎么说 不要急着表达你自己的看法 忠告很少受人欢迎 最需要忠告的人 最不喜欢听忠告 同样的鞭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里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无论乐与苦 或爱与恨 都是你重要的老师 他们是解脱的根源 如果有贪爱或忠恶 意味着有因存在 有因就会有果 如果有生就会有灭 当贪爱与执着存在时 就会有增恶与反感 如果有天堂可达 未来就有地狱可入 反之亦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敌心 无敌心可以保护我们 免于轮回的恶报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与你自己 佛陀时代的觉者 和我们并没有两样 都是从平凡与迷惑开始 虽缘不是得过且过 阴心勾气 而是净人事听天命 然而重点是 你真的做到了尽自己本分 过每一天吗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做一个三宝壁舍 叫护持三宝 第一个我们要多造佛像 代表佛陀的身体 第二个复持佛陀的口液 那我们叫多印经典 佛书去推广 第三个复持佛陀的心 那是代表什么 摄利塔佛塔转金轮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金轮 小型的转金轮 大小的摄利塔 来放置在任何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训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身口力 阿弥陀佛 中华印经协会 庆祝燃登古佛圣诞 神明殿市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八关灾戒 祭佛前大购 恭请战乐法师主法 日期10月8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 恭送地藏经 护生祭小蒙生诗诗法会 地点 三明中都地区联合礼活动中心 地址 高雄市三明区同蒙三路442号 联络电话 零七五五六九九一一 零七五五六九九一一 生命殿市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八关灾戒 祭佛前大购 恭请战乐法师主法 日期10月14号星期六 上午9点 下午1点半礼拜 慈悲药师宝颤祭护生 地点 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台中市北区重德路一段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 零四二二三八九九八七 零四二二三八九九八七 法会备用免费消灾超建牌位供大众填写 祭佛前大使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弥陀佛 你出生那天 死亡便开始接近 听闻的人们啊 切记 没有任何时间 是可以挥霍浪费的 婴儿的诞生 乃天下一大乐事 然而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阻挡婴儿 逐步迈向死亡的过程 在他的一生当中 无论他选择 什么样的人生方向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让他 免于一死 俗话说 太阳渐行渐远 西山之阴影 则渐行渐进 生命越是开展 死亡越是逼近 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 他仍然认为自己 来日方长 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断地把事情 延后再做 是愚蠢 无知的 死亡 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 每一次呼吸 就更加趋近 死亡一步 如同一只 被领进 屠宰场的动物 每走一步 就离死亡越近 今生只有一次 来生则无可计数 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 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 如果我们日复一日的 忽视佛法的修持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将二悔万分 而且为十一万 一个垂死之人 能够开始修行吗 当下即是现身于修行的时机 在死亡的时刻 修行的绝授 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事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